人体自我疗愈,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会自我修复,土不纳心,形成代谢 但是我们如果专注它,它的效果就会加倍 这个静坐就是静弓,也叫打坐 还有一种动物,就是太极武术,甚至说舞蹈,瑜伽,瑜伽,瑜伽有的是静动之间的游戏 因为它只是沉津马骨,我们只需要学会一静一动就可以了 我是由静而入的动,一阴一阳之未到,先要阴 然后它自发的,也把你身体的气之后,自己会带着你走,气带着你走 不用你,在学什么动作 我也很喜欢武术,我之前找很多老师,那个动作驾驶看着很好 记不住,回家就忘了,当时打的挺好 后来自己就会了,刀尖棍棒,气手练乱 这些就是仅仅是一点点,还有很多个屏息 就是只要你悠得动,全能玩 我们说这个,这个人体它本来都是通的 但是,就是说在哪些地方堵塞,就像交通堵塞 它通的不是很好,时间久了,它就病了,就拥塞了 当然不是一点不通啊,你最不通你就,你就,你就没了吧 这个静坐,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静坐就是,让你把这些不通的地方,把翘全部给你打开,舒纽 让你这个人的精气神语,吸血,精卖,运化的更好 它就是这三方面的好处 第一,身体,第二,心理,心情,心态,第三,精神 身体,直接能够,你比如说,这个,经常抽烟,上火了 我吃东西多了,脏肚了,晚上睡不着了,到时间睡不着了 你坐一会儿,一个小时,准保不见效 这个,第二呢,心态,当时你会做的时候,闭上眼睛,这样的时候 包括我们没有机会做,也可以闭目养身 这个,它这个心绪,当时就会比较平静 即便有些人,他临时出现一些,感觉好像更乱了 就是出现一些图像,以往的事情,或者是看不见的事情,不要急 不要说那个像,不要跟着他走,静静的看着 如果你到一定程度,那个会比较危险 你不要,在你不了解他的时候,你不要跟着他走 没有一定把握,不要单纯的好奇 这个就是唯一有处于一个地方 包括听见什么,这一样的 这就是一个身体一个心灵 当时很乱,是因为,就像很多人工作 在外面打拼很累,回到家 之前没事,回来反而病 那是你之前做的 他就需要一个静,需要一个过程,调整 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认为我还是这样平 意志力,那是一方面 但是,他人需要阳,需要阴 第三呢,你就会发现这个 很多问题想不通的,当时就想不通了 或者是你睡一觉,做一梦 以及早上起来,突然一个灵感灵光 都会闪现 这就是他的好处